以赛亚书 第二十章 亚树元帅受亚树王撒尔根派遣往亚石突的那年 他攻打亚石突 将成功取 那时 耶和华吩咐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 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 脱下你脚上的鞋 以赛亚就这样做 赤身赤脚行走 耶和华说 我仆人以赛亚怎样赤身赤脚行走三年 作为关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 照样 亚树王必掳去埃及人 掠去古时人 无论老少都赤身赤脚 露出下体 使埃及蒙羞 以色列人必惊慌羞愧 因为他们仰望古时 以埃及为荣 那时 沿海一带的居民必说 看哪 我们素来所仰望的 就是为躲避亚树王所逃往求救的 不过如此 我们怎能逃脱呢